造成今天台股崩跌千点史上最大收盘跌点的背后到底跌什么 两个因素跟你我都相关 会影响多久多深 接下来说清楚了 短短七个小时之内 以色列被怀疑 他斩首了珍珠党的领袖 又斩首你刚刚说的哈马斯的领袖 而且居然在伊朗的眼皮子底下 就在他们的首都 凡此种种今天一个一个现场来告诉我们 都是以色列干的吗 不计一切代价吗 是 其实这整件事情 真的是会动摇到全世界的一个紧张趋势 为什么 因为最重要一件事情是 今天狙击的这两个人 包括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测试 舒库尔以及刚提到的哈马斯的一个领导人 也就哈尼亚 这两个人可以说是目前中东国家 跟伊朗合作最重要的一个铁三角核心的两个人 结果现在这两个人竟然在短短的七个小时之内 相继莫名的就已经被暗杀身亡 然后所以人家说箭头谁会是下手的真凶 当然就会指向就以色列 好 你可以看到这两个时间点 这什么概念 针对真主党的领袖斩首他 对 让你一觉永远醒不来 另外这个第一 这个才准备上床睡觉而已 这个是你睡得正熟 直接把你斩首掉 让你永远看不到明天的太阳 这个最夸张 为什么 在伊朗首都德黑兰的北方近郊 居然有办法斩首以色列怎么办到的 是 我跟你说 其实为什么大家很难理解这个困难度之高 第一个以色列就是我们都知道 他向来把这两个人视为眼东京 但是他却可以在短短的七小时之内 这两个人他们身处的位置 是在1500公里之远 而且是中东两个完全不同的城市 没想到就是在以色列的摩萨德的 这个组织里面 依然可以侧斗 而且在短短七小时之内 把两个人全部都疾病 第一个我们提到的是谁呢 就是去7月30号参加伊朗新任总统 培尔斯基安的这个就职典礼的 也就是哈尼亚 哈尼亚你知道吗 我是贵客 我是被伊朗总统 受邀去参加他们这样子的一个就职 新总统的就职典礼 照理说这一个整个饭店 而且我下榻饭店 应该是全一的最安全的饭店 八十几个不同国家的一个重要的人士 全部都受邀来到这个饭店 结果我是贵宾 我睡在你们这样子的 戒备生严饭店里面 却被爱杀得神不知鬼不觉 我问你你讲到了重点了 大家的疑问是 八十几个国兵 对 住进了这个里面 对 而居然现在第一时间传出是被以色列的摩萨德 用飞弹精准轰炸攻击 可是观众朋友你看 这个画面 只有黑这一块都没有受损 旁边干干净净 这个像是空袭炸出来的吗 如果不是 那是什么 八十几个人住进去 只杀你一个 对 这么奇怪 我跟你讲 人家都开始讨论第一件事情 照理说如果你是属于那一种真的是这样刺杀干嘛 你应该是轰炸 那你一直轰炸完之后 那不是所有的贵宾全部都死掉吗 但是为什么没有 因为它等于告诉你这件事情 这八十几个伊朗的贵宾 你们是死 你们是活 是我决定 不是伊朗决定 所以你现在 大家有好几个传闻怎么办 第一个爱撒就是说 那就是轰炸嘛 但我们这个照片已经显示 完全不是轰炸嘛 第二个是什么 就是说原来早在两个月之前 就已经有这一个 刚刚摩萨德这个相关的组织 潜进去到这个饭店里面 装了这个炸弹的一个装置 等到它真的入住之后 那才要从远端引爆 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也是非常可怕 代表你的整个伊朗的一个安全组织 全部被我渗透啊 而且早在两个月之前 我就已经策划 所以换句话说 在我的以色列的眼皮底下 你伊朗的维安 根本宛如透明的一样 这个很可怕的一件事 所以这件事情对伊朗来讲 就是狠狠的被打脸 也是对伊朗的极度挑衅 在我的眼皮子底下 太碎头上动土 你看观众朋友 这个地方如果是 两个月前装了炸弹 我料着你会住进这一间 然后远端遥控引爆 斩首了你 一模一样的手法 居然在这个地方 你看得会头皮发麻 摩萨德怎么这么精准 这么凶狠啊 因为现在大家都在讨论说 真的是有这么厉害吗 真的是用所谓的远端 已经引爆吗 然后甚至现在最新的媒体的 一个相关报道是什么 是他们竟然已经收买了 就伊朗里面的一个安全人员 就安全人员就把所有的机密 都告诉了这个以色列的摩萨德 所以才变成里应外合 进行这样的动作 那大家会心想说是在看什么 那个警匪 是在看什么匪谍片吗 有这么厉害 我跟你讲 就还真的这么厉害 为什么 因为以前发生过 现在2020年的时候呢 伊朗的一个核武计划之父 也就是他们一个科学家 法克里萨德 他竟然也在哪里 也是在德黑兰 那样的伊朗的首都里面被暗杀 我跟你讲 他是跟他老婆坐着轿车 前面跟后面都有安全人员 三辆车一个情况之下 到他们要那个郊外 要准备进行他们的一个度假 没有想到突然之间 既然有门被开枪 被开枪他们就下来 就说怎么回事 怎么明明前后都没有人 结果没有想到离开枪 一下车之后 马上就被狙击身亡 而且的狙击身亡 是他本人中了三枪 然后后来大家就开始想说 到底发生什么事 是谁下了这个毒手 旁边说没有人 完全没有人 后来在整个进行 大规模搜索之后 发现在几百公尺处的一个地方 有一辆车子 是尼桑日产的这个车子 这车子上面 竟然有被改装的这一个 就是我们讲的相关的武器 原来他们是早就锁定你了 而且是在这个远端的时候 进行狙击 所以很可怕一件事是什么 很可怕的是 不管是伊朗的所谓的核武之父 还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伊朗新总统的一个贵宾 都是在这种无声无声之下 然后透过远端的方式 来进行暗杀 进行狙击 所以换句话说 伊朗这个相关的安全 还真的是已经完全是失守了吗 看似多么遥远的 伊朗 以色列即将开战的消息 居然牵动了我们的荷包 大跌千点 另外一个大跌千点的原因是什么 对于美国经济衰退的疑虑 怎么昨天我们还是预设说 八月台股大反攻 你怎么突然美国经济疑虑 你说来就来居然造成我今天 大杀千点了 因为主要是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在从国际政治的角度上 现在整个中东的变局 有可能会不会酿成 第三次世界大战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政治风险 第二件事情 当然就是美国这个部分 自己的经济数字 那美国这边出来的经济数字 七月份他们制造业的指数 竟然是连续四个月下降 而且降到也就是 50的一个荣枯线 变成是呈现一个下 衰退的一个状况 它降至46.8 创下八个月来的一个新低 所以这个数字让人家觉得 不太妙 为什么不太妙 我们都知道 不管是拜登或者是 即将要问底 美国总统大选的川普 他们都是说 我们要透过相关的方式 我们要把美国制造业 弄回台湾 我们要补助 我们要 结果话你讲得越来越大声 美国制造业的劳动力 确实不断地衰退 虽然美国制造业的劳动力 感觉上从1980年已经飙了 从1950年已经飙了六倍 但你要知道 从1980年以来 美国当地的就业机会 竟然消失了六百万个 那不管是从川普到现在拜登 不断地透过一些补助 不断地透过一些高关税 不断地透过一些方法 想要把这个工厂拉回到美国 让美国的制造业可以重振 但结果数字出来 哎呀 惨兮兮 从8.6%降到了8.4% 降到了8.2% 代表什么 就是你不管是透过 经济上的值得补助 或者是政策上的优惠 现在看起来美国制造业 要重振还真的有点困难 他们主要原因有几个 第一个他们就说 光以台积电在美国 雅利桑那州设的这个厂为例 美国补助很多 台积电也砸了很多钱 结果他们说 你创造出来的就业机会 一个就业机会 我丢下去的成本 一千万美金 哇 你一千万美金 才创造出雅利桑那州 台积电厂的一个就业成本 所以代表着 那个实在是 人相关的成本实在太高 在他们现在有一个数字 海外的那个生产成本 35到45%的差距 也就是你在美国 这边设厂 你的成本比人家在海外 在东南亚 在其他国家设厂 还要贵35%到40% 所以你除非你办法 你有办法把这个成本 补助到35%到40% 或者是你有办法 用什么样的方式 可以降低35%到40% 不然你很难 跟其他国家的海外厂比 除非你强制把整个 提高到法律的位阶 我逼着你得回来 我们就来看看 一面美国国旗来看看 他给了多惨痛的一堂客 是啊 俊相我们都在讲 就是说好 那我现在就记最高的关税 我怎么样 我就是要逼你 逼你们把这些工厂 搬回美国 逼你只能生产 或者是消费美国产品 现在最新的一个案例 我觉得实在太经典了 纯美国国旗法案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美国国旗 原来你现在看到很多 很多那个飘洋 很多竞选场合 川普竞选场合 不断飘洋的这些美国国旗 天哪 有99% 现在其实都是从中国制造 中国进口 从一屋 日影进夜的制造 然后再运回美国 再运回美国 然后几千万支 那他们是想到说 现在目前的法规是50% 也就是说 一面美国国旗里面 你只要50%是跟美国 自己在地生产有相关 你就OK 他们这个法案通过之后 变成100% 也就是未来 所有中国生产的 一屋美国国旗 不能再销售到美国 因为我们现在变成是 100%全部都是要 美国在地生产 那我就 totally在地生产的美国国旗 拿来挥舞 一样啊 拍摄你挥不起 因为实在是太贵了 怎么样太贵了 他们就在讲 中国的生产成本 在一个国旗 大概0.7美元 那你出口之后呢 送到批发价格 在1.4美元 换句话说 顶多在三四十块台币 在一块钱美元 就可以买得到 你如果变成是100% 在美国在地生产 他们说煌巴啷啪 至少要三块美元 一个美国国旗 变成要100块台币 哎呀 美国国民心想说 我再怎么样 爱美国 爱国家 我的口袋 我的荷包有限 这个以前可以一次 买个十面国旗 现在可能只能买 一个一面国旗 所以这个政策 施行下去之后 最后受伤的是谁 最后受伤的 还是消费者 好 我们今天台股 大杀千点的核心原因 远在太平洋 彼岸的美国 他们对于 经济衰退的焦虑 到底是小题大做 还是真有所本 要当心了哦 是真的要当心 因为我们都知道 大家都在看一个指标 什么指标呢 也就是到底 FED会不会降息 包括相关的 一个模型指数 你的一个所谓 衰退几率 竟然已经来到70% 有没有 那是衰退几率 然后70% 那你衰退几率70% 就代表整个美国经济 要呈现一个反转的现象 但他们也有人说 啊 写了这个 这个相关经济学家说 他说大家其实呢 也不用那么紧张 烧暗物照 为什么 因为发现 他有出现两个头 也就是他一开始 有些突破了70% 但是他又往下降 降了之后 他又突破了70% 会往下降 所以呢 这代表什么意思 呈现一个未阳性 换句话说 现在整个美国的局势 不管是你的一个 通膨指数 或者是你要不要降息 甚至还呈现一个彼此的 在那边拉锯当中 那干嘛自己吓自己呢 但是因为我们刚刚提到的 国际局势 政治 以及还有最重要一件事情 美国总统大选 五七暴新闻的所有好朋友 你们给了我百万的订阅 真的无限感激 我要跟大家登天看 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 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 来支持五七暴新闻 俊向还有优秀的 五七暴新闻团队 会继续为大家每一天 挖真相 五七暴新闻团队 分好朋友 相抵致 欢迎给你 五九 二十